洋人在中国街头卖西洋神药 可激公却一眼看出来不对劲 凑到鼻子上闻了闻 怎么没闻到药味 到闻到一股饭菜香味吧 哦 你不知道 你们中国药治不好的病 我们这个西洋神药都能治 众人听后纷纷排起了长队 此时一个老婆婆也想买这个西洋神药 就自己宾威的小孙子 可无奈洋人的神药卖的实在太贵 洋人不信罕老婆婆手里的几枚铜钱 说什么都不肯卖给她 哎呀你那个西洋神药是当饭吃的 哎我这个当饭吃的也是神药了 只见技工手拿一个大萝卜便说自己这个是中国的神药 随即便拿到奄奄一息的小男孩鼻子边晃了晃 不成想小男孩闻了一下后竟然真的苏醒了 还能不能跳瞬间痊愈了 洋人见状也是觉得神奇极了 中国神父请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药啊 这是中国神药包治百病无所不能 可专门坑蒙拐骗的洋人却不信世界上竟真的有如此神药 技工见他不信便要让他见识见识着中国神药的厉害 随即就带着洋人来到一个卖艺滩上 他让洋人去搬大汉的腿看能否搬动 洋人用尽全身力气 没想到还真的被他给搬动 随后只见技工让大汉吃了一口自己手中的萝卜 再一次让洋人试一试 成功过一次的洋人这次可是有了底气 卯足了力气再来一次 可这次就算他史上吃奶的镜都不能一栋大汉分毫 此时技工还加大了补助 称就算在场的所有人骑上阵都拉他不动 大家听后纷纷表示怀疑 技工随后便又让大汉吃了一口萝卜 众人排成一排用力地拉着大汉的胳膊 可大汉就是纹丝不动 反倒是洋人和观众们摔了个底条天 我这个中国神药如何呀 厉害 这太厉害了 中国神父 我要买这个神药啊 随即便出价五百金币将一筐中国神药买走了 我要发大财了 我买了神药了 我要发大财了 洋人激动地和管家说自己买到神药了 要是运到自己的国家定能赚一大笔 可当洋人掀起盖部给管家一看 管家竟瞬间傻了眼 拿起神药一看这不就是大萝卜吗 多少钱买的 很便宜 很便宜 多少 只要五百金币 啊 啊